我猜不猜 过来过来过来 闺女太给咱俩长脸了 大学考上了 考上了 妈 你看你看 闺女 闺女 来来来 你看 快看看 妈 我考上了 妈 闺女 妈真为你高兴 你知道吗 爸 妈妈 没法跟着忙活 妈又不哭 你还高兴哭了吗 妈是高兴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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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高兴的日子 你们俩哭什么呀 你不许在这儿骑货 你给我闺女做好吃的去 你快给我做好吃的去 去去去 闺女 让妈亲一下 妈 让妈亲一下 看 别看 吃饭 妈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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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熟了吃饭 来 给你 好 啊 你责害一个商人的利益 为代价拿到大室 所以你过来就提办了 请我把关上说的 大室呢 你怎么把他拿出来 妈 大宝 我不知道我儿子 是不是也考上大学了 如果他要是有运气的话 他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 爸 我妈怎么了 没事 你饿了先吃 小雪 你放心 我儿子肯定是大学生 你怎么知道 你跟梁不贵还有来往是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过 你又在骗我 你说这么大个儿子给人了 他就算不主动跟你来往 也会给你个信吧 他就算是不感恩 就凭你们的交情 他应该告诉你一些儿子的情况 小月 你想 别让闺女听见啊 大宝 二十三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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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儿子的运气 可你知道我 我没有一点不像我 我 你知道吗 妈想儿子子儿吧 我知道 你心里边痛苦 我也知道这些年 你内心受到的煎熬 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 那是我儿子 我怎么不像我 不是救人吗 你想一想 当时 东柳那个巅峰样 我们要不把孩子给他 你说袖子这一辈子他怎么过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不是不想知道儿子的下落 因为我跟别人有个 有个陈落 从把儿子给了那天气 我们就远不相认了 为什么呀 这是什么道理 你跟谁说谁会相信呢 是 不是 你知道东柳为什么疯的吗 那不就是他要了一个儿子 我儿子养了一年多 就让人家给要回去 烙这个病根吗 当时我把儿子给秀才的时候 秀才也担心将来之后 咱们两个去看孩子 所以我就对秀才 许下了落年 今生今世 我们永不相认 就因为你一句多言 隔断我和我儿子的情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真的不公平 行了 你吃饭去吧 你看 你也得一块去啊 我一想儿子 我一想儿子 我就什么都不想吃 你敢去吗 好 这个 那你现在这屋坐着 等你想吃的时候 我再给你热 来 看本来今天爸爸妈妈 应该好好为你庆祝一下 偏偏这个时候妈妈又不舒服了 我妈 是不是又嫌我看电视了 没有 爸 要真是因为我的话 那我以后就不看了 你看看 闺女啊 别多心啊 这事跟你没关系 爸 你们以前 是不是有过儿子呀 不许胡说 我是刚才听到的 我妈说 他应该大学毕业了 这是不是真的 小孩子可不许胡说啊 你们有事瞒着我对吗 闺女啊 你现在还小 不能听见什么事就扑风捉影 你是爸爸唯一的女儿 可是 我刚才明明听说什么儿子儿子的 好了好了好了 赶快吃饭吧 吃完饭我看电视 enas possible 快回想啊 去吧 我等你了 谁的 她只问绝钱 我让你小声点理不听 您怎么说的 我当然没承认啊 我跟她说 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 哥 你上了大学 我这心里啊 又高兴 又失落 考上大学是高兴的事 失落什么 才一上大学 这家里面说话都不灭了 我不认 我天天忙着你着急啊 我跟你说什么呀 小军 等咱们闺女上了大学 我们两个又开始过了 二人时间了 那我那计划 又可以实施了 都多的 岁月 你带来上了一身吧 你再找一小的 让他帮你生 我给你生不出来了 那呀 生不出来没关系 我好好伺候你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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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比唱的都好听啊 来 来 你又叹什么气啊 是 你说 他把闺女给养大了 培养成大学生了 你说他亲爹亲妈 会不会跑这儿要孩子来 要是回来要孩子的话 我这辈子 是不是什么都没落着 别和我苏兰相了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呀 我以前从来不想这件事 但是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我这脑子乱的呀 我自己我都控制不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你还真是这样 动不动就急 比我的脾气还大 你知道你闺女说你什么吗 说什么呀 更 更什么 更年期吧 对 更年期 更年期呀你 你说我四十多岁就更年期了 等闺女走了以后 我上医院看看去 别瞎热 老远 嗯 等咱们闺女上了大学 我好好给你调理调理 你也不是医生你会调 我在这里边调理你 你讨厌 你秀不秀你多大岁数了你 你脸皮厚了 疼 让我过你听见啊 我这么小的事 她能听得见啊 来来来 来来 有我怎么了 你要不信 到时候咱们试试 好 这完没完了你 睡觉就想不理你 你闺女考上大学 你怎么那么兴奋 快去 嗯 嗯 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家里学校那么近 你周末不回来呀 能搬家似的 妈 乖 你姑娘这是上大学 这哪能经常回家呀 嗯 那你礼拜天不回家 妈 我这一走呢 你就可以和我搬家 我爸过二人世界了 我问你 昨天我跟你爸说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听见什么了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 妈 你不想跟我爸过二人世界吗 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 你在家这么说话可以 你出门人都会笑话你的这么大姑娘 你知道吗 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就那点事吗 哪点事啊 那点事 你要是和我爸没事的话 我是怎么生出来的 这孩子没法管 我是管不了 他说得对呀 你还笑你也别管 现在的孩子 什么不知道啊 知道也不能瞎说呀 他到外头瞎说去 人家不说他 会说咱俩没教育好 闺女啊 你刚才说的话 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说 没有问题 那你要是在外边说 非让别人笑掉打牙不可 爸 做人不就应该真诚一点吗 做人真诚没错啊 那就不对了 做人真诚就应该有什么说什么 不应该掖着藏着的 那有多虚伪啊 对 闺女啊 妈妈说得没错 妈妈的意思啊 不是让你做人虚伪 她是说 你是一个女孩子 有时候说话要分场合 有些场合 那话是不能说的 这个你没吃过亏 你要是真吃了亏了 你就知道了 反正我就觉得 做人应该真诚一点 爸 就像您这样的 有什么说什么 从来不掖着藏着的 直来直去 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才是做人的原则 我就喜欢您这样的 都是你 你看见没有 你现在成了榜样了 蓉蓉 你听妈妈好好跟你说 你呢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要走进社会独立生活了 所以你啊必须要改掉这些小毛病了 否则你是会吃亏的 知道吗 闺女啊 听妈妈的话 妈妈说的是对的 你那要是一个男孩子 哪像爸爸的性格 没有问题 你是个姑娘家 要是老这样的话 那以后长大了 没人要啊 为什么呀爸 那你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这个 冷头青 你明白吗 冷头青